咱出去再回来 那不是跟回家一样吗 有您在 您还能亏待我 这样了 别以为咱俩关系好 你就在后面瞎折腾 出了事儿 谁也保不了你 回 回 起来 施探哥 你这怎么进了 这不是青天手他死了嘛 我们都不放心你们俩在里边 这监狱里边水太深了 所以我就跟着进来帮你们过这 现在啊 没人见过你们了 你是不是跟着其中一个守卫挺熟的 就是老陈 咱之前找过 太好了 你跟他说说 看看能不能想办法 让我去那边牢区推粪车 干嘛呀 哥哥 你当那事好差事啊 别人都躲着呢 你还坦上去 你懂个屁 咱只有这样 才能确认清楚里面有没有关团长 懂吗 好好好 行 那我跟老陈说一下 没什么大问题 行 来 现在这青面兽死了 谁在这里边做庄啊 一个叫画猴子的人 谁啊 画猴子 这不是猴爷吗 你还这么卑武是吧 你进来 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没来得及 没来得及 你们认识啊 那当然认识 这是我好兄弟 花猴子 猴爷 那既然是好兄弟了 以后可就方便了啊 没错 我们两个是好兄弟 你 你干嘛呢 别动啊 干嘛呢 别动 躲开 躲开 是 干啥呢 花猴子 别以为你叫花猴子 你就能在这耍猴 晓得吗 在我地盘不好使 搞事情 放风结束 都回去 收 回去 这院子就这么大 咱俩来日方长 后会有期 不是 你兄弟啊 兄弟真好 这儿 不过这能把仨人 放在一个牢房里呢 你还真挺好 挺有本事的 那当然 这以后咱聊天啥的 也方便 是吧 你说你跟那花猴子 有什么深仇大恨哪 怎么一见你就往死里打呀 我这一句话两句话 说不清楚 就这么跟你说吧 反正他就认为呢 他进这个监狱 就是我给他弄掉的 这下可完了 我本来想着你跟他关系好 找他帮忙 帮咱们逃跑呢 我问你个证实 你说 我跟你说那事 推费车的事怎么样了 那事 那事我跟老陈说 没什么问题 不过这次他要一个大树 我这儿没有 我就让他们找方大姐要去 他这人啊就认钱 给小人以小力 咱放心不是 行 刘队长 今天我让你过来 是请你给我帮个忙 我希望你这段时间 多多配合我 尽快找到五十三 瞧您说的 这帮助皇军 那就是我分内的事 一定全力配合 我冒昧地问一句啊 这五十三是什么人哪 让您这么兴致动众呢 是我的仇人 仇人 你知道这些就好了 我的部队 不方便进城行动 因为这里并不是我的侠区 所以我希望你多多帮助我 拜托了 那是一定的 那是一定的 不过这种事 您只要跟腾元太军 说一事就行了 他吩咐我就好了 您用不着亲自来找我说吗 刘队长 从这间房间 你也能看出来 腾元君并没有欢迎我 站住 走 来 该到马桶了 今天轮到谁了 我和小鹏 小鹏还在发高手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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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你也不到这儿来了 我就说你小子死不了吧 生好了 你们会在这儿 团长 我是主动要求进来的 你傻呀 这是什么好地 你们往这儿做 团长 我是来救你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出来出来 你们的 快出来 快 快 快走 快走 来 大哥 谢谢王 出去请你喝酒 起来 侯爷 侯爷 小八大 我跟你说过吧 别让我再看见你 否则的话我一定弄死你 咱好好说行吗 今天还有人来救你吗 侯爷 咱能好好服你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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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快死了 你有多少年没见你娘了 见过娘吗 这几天才见过 她病了 娘才病了呢 等等等等 我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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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哪儿啊 你先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告诉你 刀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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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里 刀里 你去哪儿去了 没看到人呢 不是 刚才有人说在那儿 赶紧去看看 兄弟 你娘 你进来这事 我一直挺内疚的 所以只要一有时间 我就去看看你娘 给她带点吃了用的 你也知道 我打小啊 爹娘走得早 我每次碰到你跟你娘 真的我觉得特别亲 我是真的 真的拿你娘 到我亲娘一样释放 我真的不觉得特别亲 你娘 以后营养就是我娘 同志们 见影有人 发现咱们被关在这儿 咱们大家伙啊 也要做好准备 最近哪 千万千万不要惹事 一切行动听指挥 好好好 那咱们下一步怎么打算 今天见面啊 太仓陋了 我想明天呢 她还会来 到时候大家 跟我们配合一下 给我们 多争取点时间 让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明白吗 好 明白 团长那边已经知道 我们要去救她了 而且我也顺便看了看 那边的守卫情况 只有三个鬼子白天溜达 而且港路上 只有一个鬼子 有点准备 是 只有三个鬼子 没想到 是 也许是 有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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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小八子 怎么着 你可够不要脸的了 你为了自个儿不挨打 你把人老娘都给搬出来了 真不要脸 谁不要脸 不要脸 谁不要脸了 我告诉你说啊 这些年就是我在外边 真的是照顾他老娘来着 他老娘是一瞎老太婆 你知道吗 要是没有我 他这些年能好好活着吗 那封信 是我真的想告诉他 我这些年呢 就觉得他在这里边 确实受了委屈了 再一个 就他老娘是真病得不行了 我觉得这事怎么也得告诉他呀 等等 你说什么 他娘真的病得不行了 我说十三哥呀 我再怎么着 我也不能拿这事开玩笑吧 得 你等我没说 十三哥 大哥 想啥呢 刚才咋一直不说话呢 老子 这花猴子 还要在这儿蹲多久啊 就他那罪务 最少八年 坏了 你们三个 上去 走 小心点啊 走 多小心点 女儿 快 上 你走饭 大哥 不行 走啊 大哥 走 出事了 他呢 就是找我去帮他找一个 叫五十三的一个人 别的什么也没说 对了 他似乎误会腾原太军年 对他有成见 他没有误会 这么一个人 带了这么多军队 在我这里 人招呼都不大一些 我能开心吗 就是 太不地道了 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当然是听腾原太军 您的吩咐了 在咱们扬州城内 除了您腾原太军 那别人的话在我耳朵里 都是狗屁 腾原太军让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很好 他让你配合他 那你就配合他 让他找到他想找的那个人 然后尽快地离开 对咱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明白 明白明白 你干吗 老爷 谁拿你烟了 你们真认识吗 我做你啊 我就是没拿你烟 你怎么拿完烟呢 昨天抢一抢是怎么回事 害得我担心了一晚上 还以为是你们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不是我 是另外一会儿犯人越狱被发现了 我就是没拿你的烟 你怎么拿完烟呢 昨天抢一抢是怎么回事 害得我担心了一晚上 团长 别人不行 弹火五十三肯定没问题 现在团队情况怎么样 我这一被抓 团队一定很着急吧 团长 我压根就没跟咱们团碰到过 什么 你不是团队 不是上齐派你来救我们的啊 不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一直没跟上咱们部队 我是南下找你们的时候 听说你还没抓到羊主城了 所以自己带着一波兄弟 过来救你的 太冒失了 这么危险 马上回去 找到组织 再想办法行动 来不及了 团长 我怕时间长了你们会出事 这是监狱 不是我想来就来 就走就走的 再说了 我只有一次数据的机会 要不然我就不走 要不然我就把你们全救走 快说 你得计划 之前也没有计划 不过现在我已经有一半了 有事说事 你老冲我乐什么呀 花猴子 昨晚越狱的事 你真不知道 瞧您说的 监狱里这么多人呢 想跑得多了 谁想跑我哪知道啊 花猴子 你拿我当傻子呢 昨天被干死的都是你的手下 他们想跑你会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您怎么不相信我呢 如果要知道他们想跑 都用不着您 我就直接把他们给抓起来了 就就就送到您这儿来了 对不对 再说了 这监狱里边 哪有我的手下呀 都是您的手下 都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啊 这个 就是逃跑的下场 还有我发现你们一个一个的啊 这脑袋瓜子是不是让驴踢了都 这脑袋里装的都是大份哪 你们在这儿有吃有喝的 隔三差五的还能开一顿婚 外头还得有人给你们站岗放上 好好地在这儿干活 少找一些麻烦 总有机会出去的嘛 干嘛要逃跑啊 再逃跑 看见了吗 这个就是逃跑的下场 三路一条 行 这次我就不追究了 希望以后你管好你的手下 都会让你上庄 也能让你下庄 这座监狱 竟然这么长 一个人 这个人 你真是有名的 你把你放在那里 你放在那里 如果平平安安的 你我还是朋友 知道了 去吧 上面绑着的那个 就是花猴子的手下 小八子 你嘴巴低估啥呢 今儿天气也不错 你不错 放风使劲开始 都给我想好了 等你把这个人放下来吧 是 再挂都晒臭了 花猴子 聊聊吧 就这儿吧 有皮快眼发 我没工夫给你们磨殃功 说吧 什么事 花猴子 你性子太极了 像昨晚那么跑的话 你跑一千字也出不去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下午刚刚跟你说 你娘病得不轻了 晚上你手下就越狱了 这也太巧了吧 刚才鱼头找你 不是跟你叙旧的吧 好猴子 小胖子跟你不是外人 我们就跟你交个顶了 咱们是一样的 都想尽快逃出去 我们这儿有个办法 外面接应的人我们也有 但是就差一个 在监狱里面像你这样 能跟我们打配合的人 不认识 干脆 要不然咱们合作一次 我出方法你出人 咱俩一块逃出去 那你跟我说说 什么法子能逃出去 你这算是他硬还是没大硬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这我可左右不了你 信不信有你 不要急 进来 走啊 快走啊 接上 代议听上 把这儿搜搜 快点 这边 都搜仔细了 我还这儿这么长时间了 都不知道有出去的法子 你知道啊 谁说我有法子了 你刚才你 你没法子 你跟他吓得有什么咳嗽 他万一答应你呢 放心吧 像花猴子那么聪明的人 绝对不会轻易 答应跟咱们合作的 我之所以那么说 是想告诉他 探探他的底儿 看他有没有想跟别人合作 往处跑的意思 再就是 如果他想往处跑的话 第一时间想到我们 不行 十三哥 咱信不过他呀 他万一把咱出卖给鱼头 拿这个妖功灵赏 那咱还能活着出去吗 巴子知道 这监狱但凡来的人 每天都在想着 怎么逃出去的法子 他出卖咱出卖什么呀 有什么意义呢 再说了 如果他出卖了咱们 只会让监狱的防守 越来越严 对他也没什么好处啊 也是 是 看啥呢 站住 站住 来 来 看小总 打死你 对不起小总 我这儿 我这儿朋友 脑子他有点那个 开机轮 好 马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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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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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大箱子 如果靠着墙雷起来 就会形成一个梯子 一个通往楼外的梯子 十三哥 你这主意是不错 但这光天化日之下 咱们在这帮二狗子眼皮里下 累起个箱子 关键是 咱还得救团长 把团长还有他手底的兄弟救出来 也不知道多少人 这一点麻烦 辛苦啊 没事 侯所 想明白了 想明白了 我不过来 怎么跟你们商量逃出去的事 说吧 怎么才能出去 今天我累了 我先睡觉 你们仨好好商量 明天一早 要不告诉我怎么逃出去 我跟你们仨没完 都别动 例行检查 都别动啊 老总 您这是干什么呢 没事 例行检查 没事啊 这个人 你们见过吗 这个 没有 记不太清楚了 你看我们这天天 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 光哪能都记得清楚啊 是不是 就是啊 没见过 也正常 以后这张纸呢 就贴在你们这儿 见到这个人啊 记得向我汇报 有傻见的 是吗 那感情好 爹 你们要带那几个共产党走 你们什么人 你们要带那几个共产党走 你别管我们是什么人 你就记住 我们能把你带出去就行了 行 你们干什么我不管 反正啊 咱们能逃出去就好 你们跟我说说 怎么出去啊 计划很简单 你们看 花猴子 你要在大伙放风的时候 跟他们打起来 越乱越好 这简单 一乱起来 院子里所有的守卫 都会跑去拉架 这时候你带着手下 在最短的时间内 靠着墙根那箱子 像筏子 让家里人送点家伙进来 到时候 我跟团长一起干掉 院子里的几个日本兵 好在人数不多 然后我们趁暖跑到墙根下 让家里员提前在外边接应咱们 大姐 都准备好了 找了 看见那边那几个人了吗 一会儿让你们几个过去 给我狠狠地打 把事啊 闹得越大越好 明白 明白 但别伤着咱们自己人 同志们 计划都清楚了吧 清楚了 清楚了 记住了 一会儿行动 无论是谁 一定要绝对地服从命令 动作要快 走 好 好 走 大姐 你看这块 这儿就是铁铢穿的那块 这样 咱们就下这个位置 你看我太高啊 是啊 你这样高啊 咱们翻出来的过程不大 快收拾你 我说你个伯娘啊 你天天衣服也穿不好 拉里拉畅的 别看我怎么的 滚回家去 回家我收拾你 你小子长胆了是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不来一场子吗 五十三说了 这几个二狗子 平均十分钟来一回 是 十分钟就一趟 时间有点紧张 告诉兄弟们 分散躲在这周围 快来 走了 快走 快走 头狗 坏了 怎么啦 我出事了 站住 一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等我 等我 老哥 你什么意思 你到我脚上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了 我看 漏了 老哥 漏了您还到 去先把马头修好再盗 修不好永远别盗 怎么还不出来 不知道啊 那是什么情况 急死了都 好 瞎挠什么呢 不是 姐 你说都这么半天了 怎么还没动静 不会是他们里边出什么事了吧 应该不会 你说这出事的院子里能这么太平吗 我估摸着 他们应该是中间出了什么岔子 让他们不得不临时变化 那咱怎么办呢 不行我先带几个兄弟先冲进去 你急什么 再等等 等到晚上咱们再行动 我再跟你说一遍 日本人临时把箱子弄走 这事我没法提前知道 你别说了 我早就觉得你这计划是胡扯 他们傻呀 那么容易让咱们得逞吗 下回呀 你动脑子行不行 把计划想好了再做 没时间给你下当无论 华子 华子 你干什么 干嘛呀 你看你这怂样你怕什么呀 这么点小困难就怂 你还算是爷们吗 不是 干嘛呀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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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点 到时候招来的可就不是我一个人了 不是 你 你说你干什么呀 您这什么意思 你拿我那东西该还给我了吧 对不住啊 爷子 你们要折腾啊 回耗子里边折腾去 你们在这儿这么闹 我一把那看守给招来了 让他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 我们想干什么呀 你不知道别胡说啊 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年了 就你们那点小伎俩 我能看不出来呀 老爷子 你这话啥意思 能不能跟我们说明白点 这不是什么寒碜事 凡是到这里头来的人 谁不想往外跑啊 不想才不正常呢 老先生 咱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我要是想告发你们呀 这会儿你们早就让鱼头给枪毙了 大先生 对不住啊 不应该拿您东西 您说哪事我们真没那意思 越狱掉脑袋的事 我们哥几个这才多大点事啊 关几年兴许就出去了 换不着拿名去拼 对吧 是 那就算我没说了 好 是 原先我是想告诉你们 我这儿有一个逃出去的好方法 你跟我说说 你有什么逃出去的好法子 你们不是没想着往外逃吗 那你现在问这个干什么 老头儿 你别再卖关子啊 你岁数大 我尊重你 但是你别为老不尊 说 什么法子啊 收了 收了 都进耗子里去了 快点 先想办法把我调到你们耗子去 为啥我们要取消行动 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想 肯定是中间环节出现了什么问题 那会不会受我们暴露了 不太可能 如果暴露了 日本人早就对我们下手了 不过我估计明天 他们一定会派人再跟咱们联络的 到时候问问就清楚了 这几天啊 这几天啊 可把兄弟们给累坏了 这所有的商户 住户 挨家挨户全都搜了个遍 照片 照片也对比过了 可就是没有发现五十三哪 没发现 不可能啊 难道他没进扬州 早也太决 我看您也别太灰心 毕竟扬州这么大 这想藏下个人吧 也挺容易的 实在不行 我让兄弟们加班加点 把扬州给他翻个遍 我就不信了 还找不出个人了 那就拜托游队长了 辛苦了 瞧您说的 给皇军办事那不是应该的 应该的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先走了 明天 明天 公开的部队 幼州城的 红炎五十区以内的 全都搜索了 但是 富士原的方法 怎么办 我们的城内的行动不便 但是城外的行动 富士原的方法也不会 小心 站住 你给我听清楚啊 我既然能活着 把你给弄到这儿的 就能有办法 把你弄死了 再给送回去 你能活多长时间 看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 说 我要是你呀 就不想把我给弄死 我要是死了 你真就在这儿顿一辈子了 你跟我这儿叫板是不是你 能活猴子 你说话 还跟我这儿卖棺子 别信 咱听他说 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吗 我以前是这扬州城 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 整个扬州城一半的水泥房子 都是我盖的 包括这座监狱 不是不是不是 您等会儿 这监狱前清那会儿可就有了 没错 可当年在翻新扩建的时候 他们找到了我 我清楚地记得 当年这里有一条 破旧的下水道飞弃了 这条下水道的那头 送向监狱外边 那监狱的这头从哪儿进呢 那监狱的这头从哪儿进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就在现在这个杂物间里头 可我们要想利用它 还费点事 为什么呀 因为是废弃了下水道 当时施工的时候 就把这头给填上了 老爷子 你这说了不等于没说一样吗 不是那些个看守 能让咱随随便便地进什么杂火间 跑底挖坑吗 反正主意我是给你们出了 想不想干 怎么干 那就看你们了 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筋 想想办法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呀 杂物间 那户可以 Come the handy 洗脑 陈哥来了 东西al 我答应你的东西能少的了你dr 进了 nde山 小鬼 只贴下仆 还不是为了拍花猴子马屁吗 毕竟啊 他现在在这儿作装 行啊 小八子 你这拍马屁你真 我还真想学一学习 行行行行 咱们说好了 喝鬼喝 千万别喝大 闹出事来 你不知道 最近这鱼头啊 这王八犊子老找我麻烦 行 我知道 但是 爸 就一瓶啊 少点什么吧 不是 咱们不是说好了 见面分一半吗 你这 废话赶紧的 快快快 这 这就留给你 想好了 早上怎么干啊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你把酒也搞到了 怎么放火就是我的事呢 不过你放心吧 如果连这点事我都办不了 白在牢里边混这么长时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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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